欢迎回来赶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用一个酱料包来做麻辣香锅和麻辣炒一面吧 希望大家喜欢 这个食谱很简单 一下子就搞定了 有麻辣香锅料吃又有一面 真的很棒哦 赶紧关注我顺手收藏食谱了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麻辣香锅和炒一面 材料有麻辣酱香菇玉米辅竹蟹柳和金针菇 金针菇洗净备用 香菇洗净切片 香菇洗净切片 香菇做搓很多 香菇 do 蟹流洗净去掉包装纸 蟹流切拌 玉米去除外衣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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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香麻辣酱 下玉米炒香 玉米去除外衣切块 玉米削成 酸盐 酸盐 加饱碗水 下金针菇 倒入香菇片 倒入腐竹片 腐竹让其浸泡在汤汁里煮软或吸收味道 倒入蟹柳 蟹柳很容易煮软烂炒的时候 尽量不要按压蟹柳哦 下盐和鸡粉调味一茶匙就够了 如果炒的时候太干就加少许水哦 盖上锅盖小火焖煮大概十分钟左右 摆盘啦 留下部分汤汁和香菇料热过下一面 一面要预先泡软哦 一面炒香和酱料拌匀就可以了 不需要额外调味不然怕味道过前卧 一面可以摆盘啦 好香呢 麻辣香菇和炒衣面都可以吃了很好吃 一吃就停不了口 麻辣香菇的材料可以个人喜好调整 个人认为放午餐肉土豆莲藕和茄子也很不错哦 至于面条我选择一面 因为一面不需要太多汤汁用麻辣香菇的汤汁量就刚刚好 如果换成米粉或冬粉酱汁的量就要多一点 另一种炒麻辣香菇的做法是把食材都预先焯水煮熟后和酱汁炒匀 但我喜欢像今天这样慢慢炒香每一种食材个人认为味道更佳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还没关注我的朋友要关注了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有更多的食谱哦 如果可以也给我一个赞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肯定感恩大家的支持 我每日都会上传新食谱给大家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八点半是英文版本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就不怕要找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了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一定有你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的时候就进来看看找找烹饪灵感吧 我喜欢简单食谱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也一定要简单 可以快速完成毕竟每天的事情已经这么多了 不是吗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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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